OK 費盡千辛萬苦 馬上遇到第一個Bug 太子沒事了 終於 終於 這都是 我們今天出現在這邊 代表我要去上一個非常厲害的節目 沒有啦 我們要出國了 但是發現我們的護照已經全部過期 太久沒出國了 都沒發現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要拍一個韓式政見照 挑戰一下變成歐巴 然後拍完之後呢 我們會來實測一下 我們來給這種專業的 就是拍攝團隊 拍完之後 跟我們自己去 那個是百貨公司嗎 那種自拍機 對拍貼機那種 我們來挑戰一下 兩個差別在哪 我們先書畫中 待會就準備去專業拍攝 反正只是政見照 下面看不到 政見照很專業 政見照穿這樣嗎 這樣可以啦 我們現在想像 你們想像一下畫面只有這樣 應該是可以 把這拿掉一下 像這樣感覺 像這樣感覺 看起來很專業吧 非常期待成品拍出來 到底有多韓式歐巴感 我們上次去拍完韓式政見照之後 今天來挑戰用一般的這種拍貼機 然後來拍大頭照 到底拍出來實際會不會差很多 但他這邊有兩種可以選擇 一個是一般 一個是美機的 所以我們就特別選美機 200元 好像還可以耶 只是感覺沒那麼愉快而已 是不是不夠開心 對啊 我們直接把檔案放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韓式政見照 跟拍貼機拍出來有沒有差別 重點是大家看到這支影片 代表我們要出國啦 耶 接下來就是送護照 準備去申請日本簽證 到時候下一支影片 我們就日本見囉 現在來了松山機場 久違了終於要出國了 關我的行李 兩大件 等一下我們掛好行李 就可以悠閒的往那個班機移動 9點才飛 現在才7點 快一點時間 現在出國應該已經是二連 19年吧 三年前 梁先生的話是可以攜帶兩件行李 但是各部超過23公斤 有要帶拿出來嗎 這個超過了 對 這個目前25 好 那我拿來去做 馬上要遇到第一個Bug 太久沒出國 我們沒有量行李的體重 沒想到我兩個行李都超標了 我後面的天武風機所第二次 我們目前兩件行李都超標 一兩公斤 剛剛稍微做了一個調控 等一下再進去第二次 有點緊張 空無藝人 這好像什麼 電影的那種災難片 現在結束之後 現在是 那個 我是傳奇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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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出國了 已經搭上天橋的這一刻 已經搭上天橋的這一刻 應該就已經真的要出國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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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開箱素食的飛機餐給大家看 有 沙拉 水果 麵包 然後這個 兩個應該是素食的沙拉醬 那這個就是主食啦 今天是義大利麵 旁邊還有一個杏鮑菇佐九層塔 看起來非常好吃啊 等一下就先來吃麵包 還配上我最愛的可樂 好 硬末 對 你要看喔 全都已經沒有熱 OK 費盡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來到了我身後這邊 也就是日本的武藏野資深公園 這邊呢也就是東京奧運 當時公路車比賽的一個起點 但是今天這一集不是要跟大家介紹這個起點 大家如果想看的話可以點這邊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費盡千辛萬苦 終於從台灣把我們的單車運來日本 那其實很多人問說 到底我們在拖運的過程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出國帶腳踏車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腳踏車是怎麼打包 然後裝上飛機 那這過程我的腳踏車有沒有什麼受損 OK 我現在把我的腳踏車拆裝給大家看 哇 還好我的腳踏車看起來 目前還是完好無缺的 安全帽也OK 我這次把安全帽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這樣 就是它完整 我在拖運前就把它裝成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如果單純扣掉腳踏車本體之外 還有兩個輪子 其實它還有蠻多空間的 所以這次我還把安全帽也放在裡面 然後還有準備了兩條備用的外胎 還有內胎 還有水壺 全部都塞在裡面 這些我們就先把它拿出來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這一個 也就是我們的單車本體了 開給大家看 它這邊還有兩條束帶把它 稍微固定住 其實是還蠻固定的 穩健的狀態 那其實這個在安裝的時候 應該說在拆解的時候還蠻方便 它把這個做成一個支架 你其實可以在拆裝的時候先把它裝好 然後再把它放到這台車這個箱子裡面 好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那我們這次使用的這個箱子呢 是用TOPIC的這個PACOXS的這個洗車箱 它其實這個拖運的箱子非常方便 你看它這邊就可以直接變成是一個立車的架子 所以當時候我在家裡拆裝的時候 是先把我的車全部肢解完 然後綁上該綁的保護套之後 還有它其實很貼心 在每個地方都有加上步驟 然後針對它給的說明書裡面 會跟你建議說 第一步驟你要先把這邊固定好 第二步驟 照著這個步驟做起來 沒想到也可以把一台車就是肢解完成 那其實在車子本體之外 最下面的地方在兩側 就是壓了我們的輪組 那這次輪組也是 直接兩邊各一個這樣壓在裡面 然後把車架夾在中間 所以其實這樣的保護效果 目前看起來至少在 拆裝來是沒有什麼明顯的 有碰撞的一些影響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它組裝起來 然後來看一下 車子在帶過來之後 有沒有什麼地方真的可能保護不佳 然後又有什麼撞傷 那我就來快速的組裝給大家看 對阿它這次其實還有一個蠻貼心的地方 就是我還有把一些工具 例如說電變充電器什麼 一些小道具都放在這邊 就是我主車的時候會用到的工具 那它就夾在那個外胎的另外一邊 其實這樣也蠻放心 就不用擔心它可能會傷到車架 好我們就來組裝吧 戴手套 踏板 TOPIK還幫我們準備貼心的打氣筒 超級小隻的 沒有這個是另外它送我們的 好 那這個就是 完整的樣子 OK你看我們花了一下的時間 大概30分鐘左右就把車子重新組裝完畢 而且我剛檢查一下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碰撞 甚至整體阿在組裝的時間也非常的快速 這個寶兔的效果真的還不錯 好啦那我們這個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未來有機會要出國帶腳踏車的話 也可以參考這樣的箱子 或許還有很多其他品牌 但我們這次使用這個TOPIK 我自己使用起來覺得還蠻安心的 而且它設計很多小巧思 裡面的所有保護條也都是它原本預設的 真的很棒 OK接下來我們的日本型 總共11天就即將開始啦 而且這次來日本 我還會特別來參加一場半馬的賽事 大家可以期待接下來影片囉 我是你的家楊哲瑋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接下來的日本型影片見啦 掰掰 也可以記得按讚?"